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 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 感受的話就是一個最強烈的感受就是 不一樣的世界啊 對 然後而且是一個 對我來說好像有點親和力 而且有吸引力 但是它卻是一個舒適圈外的世界 會發現說自己 從小住在都市裡面 然後大學又讀了四年在台北 然後就開始思考一個問題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從土地上生長出來的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跟土地好像沒了連結 像鼠狼因為它也本身就是 就是根莖類 就是這種像地瓜芋頭這種根莖類 所以它是一樣是從土裡面去慢慢擴散出去 所以它就用嘎把子 就從土裡面慢慢的延伸 從土裡面來去生出一個作品 它的衣服是非常的 非常有自己的感覺的衣服 可是我覺得它勇於去表達 自己想要表達跟這個土地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是 我看到它跟 就是它的第一個作品是讓我有感動的 我們要怎麼樣在生活裡面看到自然 或是說把我們的生活去更貼近自然 那每個人的方法不一樣 我覺得每個人在任何一個環境一定都有 就是心裡很嚮往自然的那一塊 然後慢慢的要去意識到 你在這塊土地上 然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會影響這個土地 那你想不想要去 繼續在這土地上生活下去 好,謝謝 谢谢观看